后来就这样,我们在学校没有读半个休息,就到敏之杠游击队去了 到敏之杠游击队,把我放在敏中战斗队,三个战斗队,敏中游击队,敏之杠里面的分析 三个支队,然后具体给你分配你干什么呢?当兵,就把我调到战斗队,你看我挺勇敢的 那三个男同学,男同学他们身体不好,胆子小,就是我敢说敢干,把我调到战斗队,领州战斗队 领州一,二,三,三个战斗队,所以我们有个战斗队打金门的时候,全部吸收了 哦,对,叶飞叶林的部队,没有人了,到香港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叫魂,二州队的农村,他们都是农村 哦,一年了,我在香港写了一篇文章,叫魂 哦,你还写过文章,在香港发表了? 在香港发表了,回忆 在香港发表了,好多人打电话找我 哦,这就是历史 哦,然后呢,那篇文章真的是很感动的,叫魂 叫魂,有这个村子,二州队的村子的家属 他们知道我们二州队回不来,死完了 所以他们就,海边的人他也觉得奇怪 哦,就是冲冲到海边,坐着一个个个,点了很高的蜡烛 哦,叫魂 所以他把那个家属都在叫魂 哦,把魂叫回来,对 叫他的孩子 哎呀,把魂给叫回来 回来啊,回来,好凄惨啊 后来我就写了一篇叫魂,这篇文章,在香港发表了 下巴了,好多人打电话找我 后来新华社的人,我后来找新华社,新华社的领导 原来都是我们游记队的,领导 他们就讲不跟他们任何人联系 不跟他们任何人联系 因为香港太複雜了 后来不跟他们联系,所谓的电话都不回了 但是这个叫魂在魂,印象里面很深很深 由于我们二中队全部死亡,一个都没有 一中队是要打厦门的,二中队的就是打金门 对,金门在我们中国革命历史上 是大比特比,最大的一次失败 金门,金门的失败 所以这个,就讲到金门之战 讲到金门之战,我们二中队全死亡 一个也没有回来 但是也包括你的那几个战友 二中队的失败,我是参加总结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稿文,他们叫我 就战地记者 所以我是战地记者,我是了解 了解比较情况 他们叫我参加 参加总结这个金门之战的失败 所以我非常了解,金门为什么打败 为什么失败 其实在于我们总的来讲 就是我们解放军太骄傲 因为全国解放,一直解放,解放 解放到了福建,已经是陌生了 很骄傲很骄傲 所以那个金门那个水事啊,完全两回事 我们也不去向农民了解 向水上的人了解 因为他这个金门呢,他那个海滩呢,一里多路 退潮的时候是一里多路的泥浆 我们就没有了解这个情况 没有打败,我们已经开进攻会了 所以我们几个领导受处的人 说的就是 后来就这样,气候没有了解 先头部队,我们都是下车,小船啊 哪里有什么气艇什么,没有啊 都是小船 我是参加后面那个,参摩长的指挥船 所以不是在最前面,在指挥 前面指挥先骑,这个叫先骑部队,先前部队 小船就一直去去去去去 碰到退潮,他退潮一里多路的泥浆地 对,国民党他是金门驻京 所以他在这个泥浆地,他退潮的时候 他已经一层一层的布上水雷了 一层一层的水雷 然后那个岸上,乌龟客一个一个秘密的 机关枪梳都搞好了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小船一起前进了,前头部队 退潮来了,小船,进也不行,退也不行 搁浅了就是 泥上面,连住了 很多战士跳到泥里面去推船 也沉下去 这个变成就是整个牵头部队 就在泥浆这边 就这么被都挨打了 进不去,退不退 那个岸上的机关枪 他们都是美式的机关枪 全部死了 太气惨了 全部死了 就是不了解水雷,不了解国民党的部队 不了解,盲目的进去 只好退下来 退下来 就是 老人家带我们回忆到中国军事史上一段最不堪的历史 后来我们在决定的 中国解放军最失败的一仗 对 金门队队 后来我们也看到相当死掉 最后来的检讨都不得了 人也死了 那就完了 战斗也失败了 也不行了 对 那个时候形势又变了 对 我们要去解放厦门 要去解放厦门 厦门的第七中队 美国第七战队 又去停在厦门 对 所以最后金门也没收 对 老黄 哎呀 这边还有一个大哥来送饭来了 给老人做车的 看着怎么样 您坐点 您坐点 您是哪儿的老家是 北京的 北京的 你给老人家送饭来了 就是主动的 对 给老人家 经常给老人家送饭吗 对 哎呦 哎呦 这么好的邻居 这么好的邻居 哎呦 革命一辈子了 革命一辈子了 您的岁数也不年轻了吧 你得多大了 得七十多了吧 我七十三了 七十三了 哦 您在这买房子多年了 我买了十好几年了 十好几年了 十好几年了 在北京的 好早就认识这位 他们来 他们比我来的晚 他比你来的还晚一点哦 对 哦 就前后楼是吧 我在那边 哦 他住那边 哦 很好 这个老头子 哎呀做 给你送饭来了 你看 真好您认识 有点软糊了就来点 哦 做一个好好吃的 就给老人家送过来 你想都九十多岁了 九十四五岁了 还这么 这么 头脑这么清醒 啊 这么清醒 谈吐这么 哦 这么不凡啊 记忆力这么好 很难得呀 嗯 你怎么样 你在银台地方住的怎么样 我住 我家住还行 住还行 对 空气也好 空气好 这边那人少就好 人好就好 不希望人多 他们都是部队的 哈哈哈 部队的 不不 我的父辈也是部队的 也是抗美援朝的 哈哈哈 对刚才一说他 感觉很轻 画一下子打开了 嗯 那还行 对 哦 和这个小区 邻里关系 触得都很好啊 这还行 嗯 银台吸引你的 是什么 什么东西最吸引您啊 这人少 空气啊 哈哈哈 你每年在这住多久啊 我住 先老了 住两三个月 就住两三个月 对 然后就回北京了 对对对 哦 哈哈哈 这样子的 每年都过来 对 每年都过来啊 行 你也是善良的人 哈哈哈 所以就变成邻居了 就变成邻居了 因为我父辈跟他们 都是一个一个单位的 哦 父辈和他是一个单位的 对啊 哦 哦 你也是新四军的后代啊 对啊 哦 看 都是新四军的后代 哈哈哈 他是新四军 后来到二十五军 就是康米人上说二十五军 嗯 然后我 我 他们回来之后就 不再不对了 不再不对到地方了哦 对 是 是这样子的 这有情意的哦 他还要回家很多事 做饭什么东西 自己做饭亲自做 对啊 哈哈哈 这能干 不是 因为我老婆做饭不如我好 不如你做的好事啊 哈哈哈 现在好多男士做饭做的好吃 嗯 行 就这儿了啊 那个老人家 那就今天就采访到这儿了吧 谢谢您了啊 谢谢您 讲了这么多历史 讲了这么多故事啊 我还慢慢消化呢回去 哈哈哈 谢谢老人家了 也谢谢您啊 谢谢我们的所有网友 哈哈 两口子啊 带我过来啊 采访老人家啊 好嘞好嘞 好嘞 好嘞 谢谢您